有一位觀眾應該是比較新玩 他問我秦皇降世的活動可不可以說一下怎樣玩 可以 我也覺得可以 絕對可以說一下 剛好又有新更新 有一點 接下來都會有SSS的同伴 都是秦皇降臨的 第二隻 現在看到這幅圖 在看紅色框就是秦皇活動 下面就是他得到的東西 一些圖紙 現在出了六張圖紙 分別是他之前那三隻小王和秦皇都會 打出來 麻煩下一張圖 這個活動就是這樣的 你進入了活動界面就會看到平時好像打名將一樣 可以選的 先出三隻小王 例如秦始皇的一些護衛 三個靚靚靚 有三間房 總共有九間房 每個就會下跌兩張圖紙 還有他自己所屬的雲石 沒錯 和士碧和帝王領 這些是有機會出的 沒錯 如果 你高級有個百分比 都好像名將這樣計 頭七位 好像沒有記錯 頭七 沒錯 那就有機會拆到圖紙和雲石出來 有機會 對 有機會 有機會 已經很久 有機會 我們最諷刺的一次就是 我們拿去全部的首和尾Hit 最後是 甚麼七都沒有 甚麼七都沒有 但另一天就是純粹勾打 甚麼七都沒有 就下跌三四張圖紙 真的很歐咀 希望如果官方有提到訊息 其實可以再下跌多些圖紙 因為很多人買 有能力的人很多 但是你不出的話 可能他有錢不想賺 反而是 這個我都沒有辦法 這個我都沒有辦法 電腦帶個供應 現在就是 現在就是電腦帶個供應 現在就是電腦帶個供應 現在是一口的 是呀 都搶圖紙 是呀 他不下跌 可能有錢不想賺 你看到巡忙還沒有在這個數字出來 因為你剛剛有進入活動 我經常未出的 你看到橙色市有寫 大概應該是 就是活動開始了六、七分鐘左右 那又會出現這個 打到半路 這個 跟我早說 好 好 不好意思 會出巡忙 會有多一個選擇 也是三間房間 沒錯 麻煩你下一張圖 剛剛說了 有些新的更新 就是剛剛揭曉了這個 寫著每次活動 只限入一個入口 如果是巡忙的話 什麼意思呢 就是例如 史坦和一夜 我就是代表三隻巡忙 坐三間房 等大家招呼 只能選一個 只能選一個 打好嗎 如果進來招呼 我給我招呼 就不可以給史坦和一夜招呼 就是點了我的燈 你就不可以再去點其他的燈 點了它 我們兩個就要睡覺了 你明明了10小時 明明了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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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彈 即使你彈 你不可以喊其他 你彈了10小時 你不可以喊其他 你彈了10小時 現在現在 彈了10小時 這是近來的更新才會有的 因為之前就是鬥搶 你任何門口都自由出入 是吧 好處就是 不可以一幫獨大 因為其實 第一幫打得快 然後他就去搶別人 其實搞到那個遊戲 平衡好 令到別人很不開心 其實這也是好事 所以是分開一些人 是的 這個就是近期的更新 為什麼我們可以再說一次 應該已經說完了 不是這個活動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 還有下面 最後 當一定缺量 順便說到巡王的一個 叫做 怎樣打 其實他在 大概 他會進入密室 他的血量 如果沒有記錯 應該是每打10%左右 甚至15%左右 就會進入一次密室 總共進入兩次 前後 入了密室 就打一隻叫做偽 偽 偽都會傷到真身 沒錯 在進入密室的途中 打出面一隻真帝 他會大概3-5% 他會有一件事 叫做巡王之路 那一招巡王之路 你會看到 他會說一句對白 什麼你進入天路人縣 你看到黃色紙有一個對白 又知道他會出 然後你會有一個紅圈 在你的人物的底下 你會知道他會出 通常你如果想打得快 你就一定要避開這招 否則你會被人送他出去 再打進來 建議你按了自動 關掉他 然後騎馬 跑回安全區 就可以安全地避到 沒錯 夠時間 絕對夠時間 但是如果你技術超級好 可以跳一下 輕功避到 輕功避到 但是這件事可不可靠的 你自己衡量 沒錯 因為大概的時間 如果你避了第一次 基本上你知道第二次何時來 怎樣來呢 例如我和其他人組隊 我避到巡王之路 別人避不了 看著他的血 剛回到巡王的房間 就應該出第二次的時候 通常自動的人 就會再死多次 你就準備離開 這樣就可以了 打完兩次密室 接著就打死巡王 就完結了這個活動 沒錯 差不多了 有沒有東西要補充 有 我們不斷說一下 細邦派怎樣處理 我們回到第一張圖 因為其實我們屬於大邦 大邦派 其實你坦白說 你下面這一堆東西 你只需要全民參與 就已經會得到 因為大邦派從來沒有這個問題 你不會不夠人打 不會不夠打 所謂的大邦 起碼我們有人數上的優勢 150人至少130個人出席 然後本身 可能一百萬戰以上有花堆 一百萬以下的都不會太少 不會太多 不會低到去哪裡 不會有三十萬 不會有二十萬 所以其實我們作為大邦派 這堆東西只需要大家準時上活動 不多不少都會適合到 即是硬失手那天 都會拿到一些東西 都會拿到東西 但問題就是我們下一張圖 小邦派怎樣呢 小邦派我們要怎樣維生 怎樣處理 其實現在坦白說 我們以S1為例 S1為例 暫時兩個大邦派比較集中的人數 一堆中油邦派 其實你沒有辦法的 秦始皇你只能夠派一個探子 或者找個人看看 究竟S1最大那個去哪裡 跟著就是打其他 跟著看S1第二大那個去哪裡 跟著你只能夠有第三個 你明白我們嗎 你不能跟他爭 你一百三十人 你怎麼有人打 我們也不會搞花間 一百三十人打一百三十人 你猜很好玩 你猜很好看 你猜很好看 你猜玩花了 平時成節已經煩了 還要秦皇跟你再吹一次 你天皇拿著那個錘子 但我也玩不到自己去哪裡 所以小邦派如果以秦皇來說 除非你是純粹想抽水 譬如說我是派一個小隊 我們去進去去按一按 摸摸摸摸摸摸 就當是碰運氣的 這些是策略性的部署 我們已經不評論了 因為我不知道一個% 究竟給到多少的禮物給你 還有你可能會捉路一些幫派 是的 沒錯 我也試過想去騷擾別人 就是因為這些人 我很小器 我也很小器 正常以SAF為例 他們中油的幫派 通常會折下去 我們大幫派不會去的第三隻 至少你們互片的時候 對手的實力差不多 你總會打到百分 會有東西可以撿到 你一來到金龍樓 一到花間那裡就被人秒殺 我都摸不到 選擇是拼的時候 你不會跟我們兩個拼 你是跟其他中油的會去拼 你會有機會拿到 我們不會做一些很濕溝的事情 不會封你門口 是的 所以我們可以吃完 就會離開 我們不會去搞你們 因為我覺得正常大家一起去參與遊戲 秦皇大家摸一下沒有問題 那就是 因為你搶我的話 因為牽涉幫派你 我一定會打你 但是你說 你們自己去打第三隻 我一定不會搞你的 因為這些世界勢力是這樣的 是的 我們不會封你門口 即是無聊到 王爺虎 好 就打你的門口 不放進去 我們不會這樣做 是不是 我們不敢無聊 所以秦子皇其實你是沒有方法 但是我們現在加這三隻 因為其實我們坦白說 我們告訴大家的圖案 六分鐘至七分鐘 其實大部分的人都會預備進入秦皇 大幫派 以我們金龍流 或者以花間聽雨 或者大幫派 其實六分鐘是吃不到兩隻小王 不夠的 很厚血的 如果同一隊人這樣計 但是如果開兩隊 在沒有被人騷擾的情況之下 兩隻是挺穩固的 更整地這樣打 是的 在90層以上的生態 應該這樣說 第三隻通常都不可以 包括金龍流都不可以 是的 即是我們沒有辦法 摸到二十幾% 是的 我們現在的情況就是 我們沒有辦法 摸到兩隊 或者第三隊出來 摸到第三隻 摸到第三隻 沒有的 我們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摸到兩隊 摸到兩隻穩固的 跟著組合在一起 試試打第三隻 所以你就算 我當你是小幫派 我當你是不同的伺服 我當你是小幫派 我們金龍流上齊 134人 都打不到第三隻 其實你這裡可以分的 三個BOSS 有三隻 有九隻可以打 你當真的很厲害 頭兩個幫派分了四隻 你還有五隻 沒錯 所以如果你們可以 給一些小小的研究 看看其他幫派 或者同一個實力幫派 去到哪裏 其實你們有足夠選擇 是的 即是你不要那麼傻 跑去跟別人搶 因為搶不到 搶不到 加上去搞金龍流 金龍流一定會搞你 好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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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所謂上樑不正 下樑歪 這個都這麼小氣 方丈的小氣 你看樓下那些 但是我告訴你 八糟這個方丈 就連S1所謂的這麼多人 其實都分得挺好的 是的 我就試問一下 如果你們的幫派 是屬於中油的話 其實沒有理由吃不到 肯定是中間有些東西出錯 是的 再補充一下 現在是九十級的時候 大概我們打完巡王的時間 小王都被細幫派吃光了 但是當我們八十級的時候 就是還沒打得完 還沒打一切 就是打完巡王之後 還有兩三四隻小王 都還沒吃 你可以因應你們自己的伺服器 開級別的進度去想 70級別 我可以想像 你基本上可能打巡王 都打到尾 是的 然後還有很多小的BOSS 你都是打不吃 如果小的幫派都連 因為如果再爭的話 就打不吃 可能自己 因應自己的大概戰力的等級 去再遷就 沒錯 對 跟隨自己的等級 做回應該做的事情 對 所以其實你們不用灰心 因為這個巡王 我再說一次 頭二十個幫派的輸出 都有獎勵 只不過頭七 多一點 多一點 所以沒有攻略可言 但你們一定要溝通好 如果你是小幫會 坦白說 很小很小的 你只能夠再吃羽毛 人家大於吃完蝦 吃蝦殼 吃蝦殼 蝦殼 蝦殼是給中油吃的 中油吃完蝦殼 飽了一半 再吃魚仔 那就吃不完 再吃剩魚仔 吃蝦殼 一直滾下去 只能夠這樣 所以其實在巡王這個任務上 小幫派的存活率是很低的 但如果你硬要做 不是不行 做一些策略性的事情 策略性的事情 可以等別人先打完 或者我建議你的方法就是 你等巡王開了 就進去 因為巡王開了的時候 大幫派不會再打小王 他一定是衝去打最大的 沒錯 譬如我們建議 好像Servor 1 有時候我們搶他們三隻的時候 一叫撤退 那就全家走 我當我像元天舞姬一樣 我們在打元天一 那全家走 那你就放進去 拿回10%也好 不是沒有機會的 只不過你小幫派 就要更加留意大幫派的走動 這個感覺 你是被人牽著鼻子 你不能自己去選擇 你要打什麼 你是要等別人打直 沒錯 就一定不會的 當然有大部分人的兄弟 或者大部分的玩家 灰了心 為什麼呢 一進來跟別人搶 你不想搶輸 由第一分鐘開始 輸輸輸輸到最尾 然後錯 錯就不能打 那隻王被人打 你轉王 又不想堅持 又不想堅持 又不想來賤 那你明知 譬如那隻雙匯衣 你撞到金龍樓 你走 是不是 不是 有多人來搶 這次 很好試的 我一個人都打了整隊 差不多 不是 不是 你不會強行說 整個幫派只有二十人 我們都要去金龍樓 我們先去 不是 這次巡邏就有 不是 有 就是金龍樓 那就是拿來辛苦 然後到最後 我們打完了 他只有1% 是 有什麼位置呢 浪費了五分鐘 是吧 可能他挑戰不了 坐椅子坐不完 他覺得金龍樓 有些機會 出過來 但我們不建議這樣做 原來你這麼看低我們 那就多謝你 我告訴你 事實並不如此 因為你的利益很低 你花了五、六分鐘去搞這件事 其實你得到很少 而且你不斷死 不斷走 你打得不多 很興奮的 歡迎你 橫行百度 你歡迎繼續來 我打得很興奮 一個人打二十幾三十個 多爽 爽 爽 不用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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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